大家好,我是杜潇红,香港齐全教室的首席讲师 我也是香港信报财经新闻专栏齐全教室的佐者 6月份我们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齐全操作与知行合一 这篇文章较长,分别在6月2号和6月16号发表 齐全操作与知行合一 多年来,本人一直在网上收看巴俊 Busher的股东会现场直播,每年要挨一次通宵 本来也多次提及,可惜2023年 Yahoo没有继续组织这个节目,只能从网上收看零碎片段 但同样获益良多 今年的股神巴菲特和其战友Monger 这两位老人家口中学到了两句充满智慧的奸言 最好的一项投资就是投资自己,巴菲特所言 Busher的理解是,作为散户,你必须了解自己 学习能掌握的知识,这样才能令自己具有投资能力 这句话听是容易,但自行难 因为懂得投资自己,就是成功了一半 齐全教室堂上中外经典语录中就有一句 Good studying is half done 找到你真正不擅长的,然后规避他们 Monger所言 Monger是逆向思维大师,彼者的偶像 他指出所谓真正不擅长的,是需要我们通过实践才会得知 从正面的意义讲,我们要有多少接受失败的勇气 因为只有经历过失败,我们才知道真正的不擅长之处 在反复回味嘴角这两句奸言时 彼者又顿悟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这就是明朝王阳明的京剧 王阳明能够名流青史,历史给予他的评价 主要是教育家、思想家及哲学家 彼者多年来一直提倡要做好齐全的投资者教育工作 这些京剧良言,当然是绝对有参考价值 对齐全有兴趣的读者们,可能都熟悉Chris Wong,欧阳一新这个名字 他曾为齐全教授的书籍齐全十年写序 在此引用该序的结尾 十年的知行合一,走笔至此 相信大家都明白为何知行合一是如此困难 因为当时要达到知的地步,已经不容易 而且要心锐臣服地相信所知的,才能避开消信心态 实践正确的操盘方法 根据我的观察,这十多年来 很多人都受齐全law and show的启发 走过冤网路再重回正轨的人不计其数 在这里,你不得不佩服杜老师这十年来的坚持 避开咬性,实践正确操盘 虽然这是一篇序,但却是非常值得齐全出歌阅读 这三千字的长文,若有读者需要可以来含索取 逼这也是时不时重读 看看助手的评价,检讨自己的认知 这就是自审,从而寻找可以进步的空间 窥子是齐全教师第一位助理 当时他仍旧读港大,还未毕业 做出成绩后,除撰写的几本齐全书籍 还专研程式交易,用python程式和数据 制定齐全策略 他为齐全教师写的这篇序 笔者当然老来开怀 齐全操作是大千世界 笔者在堂上所讲解的 就是要把不生就是跌的两个方向 分为四个方向 以这个概念思考 对投机者而言,股市总是充满机会 只是在乎一刻下是否知及如何行 再只要提及本人的良师 书子章收集 当年与逼着一起 精雕细刻,齐全循环图上的 每一个中英文字 准备申请香港工业总会的版权时 他对我说 这张图将会用于教学 你一定要做到教学相长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 笔者也深刻体会到 教也就是持续的学 有知才能教 有学才能行 多年教学 笔者是把齐全操作 融于知行合一 并衍生出以下三句 在下并非要讨论王阳明的思想 只是讲出自己的领悟 希望及此引发 操作期权人士的一些思考 一 先知先行 及不知不行 笔者一直强调 操作期权真的不要急 因为这是一个 lifetime的part time job 若割下是价值型投资者 长期持有股票 那持有股票的日子 就是可以操作期权的时间 期权分股票期权和指数期权 笔者的期权书籍 也是将此两大内分加 因为操作策略大不相同 开始学习期权 最好两项都学 了解其相关性非常重要 这就是知 下场前一定要知 如果在学习中 对某项特别有兴趣 而且有自信心 就应该先知先行 总结出多少经验 这样就可以行得更好 但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 觉得太复杂 很难民 笔者遇过不少这样的人事 那就应该不知不行 请各位不要误会 这并不是负面的讲法 笔者经常有此建议 因为这就是要懂得放弃 自己的不擅长 第二 知而不行 与未知先行 笔者曾经与一位 非常精明的中年成功男士交流 他年轻时 在机构担任过期权的讲师 论及期权 他没费色舞 strangle strangle butterfly 各种招式 讲个不停 非常兴奋 逼着问 主要是做股票 还是做期权 他回答 都没做过 问 为何 打 太费时间 这是精彩的回答 因为操作期权 的确是 颇耗时间的功夫 在期权教室 笔者的解释 是用日本的匠 takumi 笔者90年代做生意 每个月都要去日本 非常欣赏 将是做到极致的 日本匠文化 我等散户 操作期权 就要具备匠人心态 这位精明男士 深知词理 所以 知而不行 这是上称人家的思维方法 懂得在其他方面 投资自己 在教室堂上 笔者也见过一些 应操作期权输钱 而来上堂的人士 这内人士的提问 经常都是反问句 这不是这样的吗 可见其脑中 已有既定的模式 这种现象 就是未知先行 来期权教室 学期权 当然要付学费 但课堂上的学费 一定远低于 要交给市场的学费 而且课堂的价值 就是令交付市场的学费 降低 三 知行合一 和知诸于行 笔者非常欣赏 知行合一 其中一个因素 是此去会引导自己 聪明地投资自己 笔者的观点认为 人生在世 有知就会有行 但对常言而言 知是无限的 而行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地 追求各种知 求知 听起来 佗有上进之意 可是我们不能都去行 现实地讲 就要避免出现 学无所用的现象 知诸于行 就是要在行的路途上 不断地追求 行 所需要的知 这就是专 只有专 投资自己 才能够做到精准 记得信报专栏 投资者日记 当年的主笔 曹仁超 有篇长文 题目就是 样样行 就是没样行 我们此刻 处于资讯爆炸的时代 若样样都要知 根本无法行 走笔至此 读者应该明白 为何彼者认为 教就是学 而且享受学的过程 令自己可以行得更稳 我们活在当下 在AI 人工智能面前 必须实际 在实地努力 圣人及长者们的智慧 是值得我们 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 坚持地学习 这样 要在齐全操作中 找到自己的路 并非难逝 此文读完 谢谢各位收听 杜肖红老师 自2007年起 撰写信报专栏 齐全教室至今 15年来 从未间断 是一位略有知名度的专栏作者 In 2018 Mr.Freyman To was honored With Stop Futures of Auctions Education Partner Award issued by Hong Kong Extrange and Clearing Limited 齐全教室出版的 齐全系列书籍 在香港以及台湾各大书店 均有发售 国内读者若需购书 请以电邮联络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